早晨,早晨,早晨9點3,我們又逃走去法國 所以剛剛檢查了,現在正在等車到機場 其實很早,因為我們要去到倫敦找退稅的東西 我怕多人,早點去,反正都沒什麼特別 去到吃點東西,找退稅的東西,然後慢慢打算上機 謝謝你們的care,很多留言都叫我take care 還有建議了一些藥物,我待會去機場看看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我都會買來吃的,謝謝你們 我現在就先坐一坐,然後去到機場再拍給大家 找到VAT了,在那裏,我們現在在Terminal 5 在那裏,但因為EU還沒脫掉,所以我們不可以在這裡做 我們要在LAST EU Country,即是法國那時候才可以CLAIN VAT 我們現在就打算check in進去吃點東西 剛剛寄了兩個行李倉,我之前說過,VA只可以允許23kg per person 然後我們兩個的suit case都是分別22.9kg Smashing! 我們又回來機場這間餐廳,搭飛機去Castle的時間都是停留在這間餐廳 剛才知道,我們本來的飛機應該是1點鐘 現在就延遲到3點多,因為外面很大霧 直接的視頻很低,但我想是有關的 沒辦法,我們就坐在這裡,坐到上一機為止 剛才經過BOOT,我買了大家都推薦的Day&NightNurse 因為一盒Day&Night就不太多,所以我就分開買 然後還買了,這個喉糖適合我很多,Extra Strong Sahoney吃Traditional Breakfast Flat Puddy,吃媽媽 沒有Butter 然後我就吃Eggs Benedict 還有Fruit Ball,這個Share的 因為少吃三果 有兩杯糖汁,兩杯咖啡,應該可以在這裏牛到3點多吧 現在下午12點鐘,剛才Mr.Honey去洗手間出來告訴我,Flight Cancel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去Counter那裏問一下應該怎樣 有什麼話題,Let's find out 我們打算逃離這個機場的時候,在BA排隊 然後他們說,3點鐘有一班,因為本來我們的飛機應該是1點鐘 延遲到3點鐘,不知多少分,然後整整一下就說Cancel 後來我們排隊,我們打算搭Eurostar 然後排隊就說,我們有一班747的 大價點的,應該不會cancel的,3點鐘 然後現在就搞定這個Bording Pass 我們又再等過,如果都cancel的話,我想我們就標去Eurostar Finger Cross,everything should be okay 我們跑來跑去跑來跑去,現在好暈 我現在還在機場,3點鐘,其實是延遲再延遲的 最初說3點,現在差不多4點才飛 不過,我就不斷看書,都OK的,困住了就可以做點事 現在就是Gate Shown,我們現在去A18的Gate那裡 應該可以上飛機了,到了,到了 法國比英國快一個小時 現在到了法國機場,看不到7點多,8點 其實今天Spend Moser Day在Airport那裡 現在已經是晚上8點了,不過最重要就是我們到了 10點鐘來到酒店了,room tour 進到咖啡位,衣櫃,浴室,廁所,OK乾淨 這邊就是床,我們有三張,不知道為什麼 但無論如何,不要緊 還有小插曲,就是Mr.Honey不見了床盒 所以現在不是很露禮,大家看不到他,因為很生氣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出現床盒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在床盒那裡 就是這樣,我們現在就打算在酒店那裡吃東西 因為都已經10點了,但我現在很餓,不吃就不行 所以我們在酒店樓下的餐廳看看有沒有東西吃 我們來這裡,沒有人的 現在在等待食物,這裡都很正局,沒什麼人的 話說我們在倫敦那裡延遲完,然後不知怎樣 又轉了另一班機,然後那班機都延遲了50分鐘 然後我們就上飛機坐了1小時 都還沒起飛,因為要我們準備好才可以告訴控制塔 我們準備好,然後就等訊號 坐了1小時後就起飛 總之搞了很久 然後來到尋見了Mr.Honey的床盒 我那個就安然無恙 Mr.Honey那個不見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混亂 即是有轉飛機,有延遲,不知道什麼 還有其他法國人都不見了的床盒 我想那裡有10多20個人 如果我沒有猜錯,但只有我們,只有我們不懂法文 所以剛才那個人在解釋的時候完全聽不懂 就是這樣 希望Finger Cross這個床盒快點出現 如果不是就麻煩了 因為Mr.Honey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我們現在在等東西吃 太晚了,就不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這裡的網絡是怎樣的 因為Mr.Honey沒有了一條線 因為一條線在他的床盒 所以我們只有Wi-Fi 我剛剛被刪除了Wi-Fi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影片會不會成功演出 就是這樣 不成功演出,就希望等待一下 看看怎樣 不要緊 我會在Facebook和其他地方 去更新大家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現在很餓 希望快點可以有東西吃 究竟我有沒有解釋今天為什麼這麼多航空空間 其實是因為能見度很低 能見度很低的時候 不是不讓飛機 但不讓這麼多飛機一起飛 跟平時的水平就差很遠 所以我們由小飛機轉大飛機 然後放更多人 所以我想要等了很久 因為要確保另一輛機降落後才能飛 所以很慢 所以就是這樣 我剛才坐一會想想 究竟我沒有解釋為什麼會這麼複雜 不過到了就行了 希望Mr.Honey的床就快點到 這個就是Mr.Honey的披薩 我這個我叫他煮一個雷沙尼 為什麼好像有一條魚一樣 我拆開看看是什麼 我這個不是魚,我這個是意粉 剛才我餵了雷沙尼,他說不如要其他 就是seafood,不知道什麼pasta 他說很好,他推薦應該可以 今天就完滿結束了 希望明天好一點 我現在就去EditVlog跟著我睡覺 See you tomorrow,bye